大家平安 欢迎继续跟我们一同来阅读圣经 我们今天来到出埃及记的第六章 昨天的经文我们看见 当摩西跟亚伦他们去见法老的时候 法老非常的傲慢 他说他不知道耶和华是谁 他也说这些的以色列人就是懒惰 想要找借口偷懒 因此更加加重他们工作的难度 要求同样的成果 但是却不给他们原料 这导致以色列人叫苦连天 因此来到摩西的面前向摩西来埋怨 而摩西只好回到上帝的面前 向上帝祷告 甚至有点抱怨 说上帝为什么没有拯救他的子民 因此来到第六章 我们看见上帝再一次的与摩西来对话 在还没有看上帝跟摩西的对话之前 我想我们可以稍微留意一下 在这一章当中 从第14一直到第27节 这个段落其实好像是一个插段 这个插段的内容是什么呢 这个插段的内容是介绍以色列的主长 特别其实把那个焦点放在摩西跟亚伦的主谱当中 如果我们看第14节 这个经文是这样记载的 以色列人家长或者主长的名字就记在下面 然后就先从长子女便开始介绍起来 旅便的孩子是谁 然后第15节介绍另外一个支派西面的儿子是谁 然后再下来就谈到立位 我们发现到其实家谱就在立位支派当中就发展开来 然后就没有再介绍其他的支派了 因此这一个的家谱其实不是一个完整的家谱 这个家谱在这里的目的是什么呢 在这里的目的是要介绍摩西跟亚伦 因为在立位支派继续往下走的时候 就提到摩西跟亚伦他们的家族 从那里来 这一个第二十节 黯然娶了他父亲的妹妹 月级别为妻 就为他生了亚伦和摩西 后面还说 就是这一个摩西跟亚伦 对埃及的法老 说要把以色列人带出去 就是他们两个 在这两兄弟的先后次序里头 我们看到也有一些调整 在前面提到说 看下我们所读到经文 生了亚伦跟摩西第20节 在后边也提到亚伦跟摩西第26节的结尾 但是在第27节的时候 把这个次序给倒转了 就是摩西和亚伦 为什么会有这一个的倒转呢 很明显 摩西才是真正的领袖 并不是亚伦 虽然亚伦是他的哥哥 但是在上帝的呼召里面 亚伦的角色 是要成为摩西的助手 帮助摩西讲话 如果摩西的口才不够好 那么亚伦能够带为传话 这是可能是一个翻译员 我想这是一个转变 让我们看到上帝的心意 其实才是更重要的 不是血缘 不是先后秩序 而是上帝的呼召 那才是最重要的 整个族谱为什么放在这个地方呢 为什么在这一点里面 来特别去介绍摩西跟亚伦呢 我觉得那一个的重点 从上下文来看 是关乎摩西亚伦的合法性 特别是摩西的合法性 为什么这样说呢 因为前面的经文第九节呢 就说到以色列的百姓呢 他们不愿意再去跟随摩西了 上帝虽然对摩西说话了 然后摩西就去找以色列的百姓 第九节 摩西把这话告诉以色列人 但是他们因心理愁烦 以色列人心理愁烦 又因苦功 就不再听摩西的话了 以色列人选择不听摩西的话 然后第十二节 跟三十节 都让我们看到 摩西似乎有点信心动摇 第十二节 摩西在耶和华面前说 看啊 以色列人尚且不听我 法老怎么会听我 这不会讲话的人呢 这在第十二节 然后在经文的结尾 第三十节 摩西在耶和华面前说 看啊 我是不会讲话的人 法老怎么会听我呢 很明显 摩西的信心是否受到打击 因为他前面的举动 导致他的同胞 以色列人现在面对更多的困难 而这一些的压力 回到摩西的身上 他是非常的苦闷的 现在以色列人不听他的话 上帝还要他去跟法老说话 那怎么行呢 如果我的会友不跟我都不愿意听这个主领牧师 如果弟兄姐妹都觉得说这个牧师不配做我们的牧师 我怎么好意思去别的教会讲道 然后教别的教会 那怎么样来去一起侍奉神呢 没有面子了 在自己的教会 不能够动员弟兄姐妹 怎么去到别的教会 去动员其他教会的弟兄姐妹呢 这是摩西的那种情况 以色列人不听他 他怎么可能去跟法老说话呢 因此这个家谱在这里 其实我觉得就有一种合法性的那一个的角色 上面跟下面都穿插着摩西失去了信心 然后中间的这个家谱 那我们看到 摩西也是 是以色列人 是以色列人的后代 是立位支派的 他不是外人 他就是以色列人 他对以色列人的感情 那是真的 他要救以色列人 脱离埃及人的手 也是真的 以色列人所受的苦楚 他能够完全的明白跟了解 因为他也是以色列人的一份子 我觉得这是这个家谱 在这个地方 出现的第一个重要的原因 合法性 他面对的背景 上下文的背景 就是摩西失去了信心 但是身份的合法性 那还不足够 还有第二个更重要的是什么呢 是上帝呼召 我们可以说 这是神圣的合法性 如果名字在家谱里面 那是一个身份的合法性 那么上帝的呼召 就是一个神圣的合法性 更重要的合法性 怎么说呢 在经文里头 上帝对摩西说话 要摩西去跟以色列人说 然后去跟法老说 上帝一直重复一个的短句 那个短句是什么 那个短句就是 我是耶和华 在第二节 我是耶和华 我是亚伯拉罕 以撒 我向亚伯拉罕 以撒雅各显现为全能的上帝 我的名字是耶和华 我们看到在第六节 上帝又在说 我是耶和华 我要除去埃及人 加给以色列人的这个的牢役 下面的经文又继续在说了 我是耶和华 这样子的一种的表达 出现了 连串的一直在出现 第29节 我是耶和华 我对你所说的这些话 你要去告诉埃及王法老 加普 那我们看到摩西的身份 他是有合法性去带领以色列人 因为他也是以色列人 上帝用他自己的名字 来对上对摩西的护照 给我们看到那神圣的合法性 加普是次摇 有没有来自神的护照 那是更为宝贵 摩西必须认识这一点 他是上帝的仆人 他是被上帝所护照 要去带领他的百姓 离开这残酷的法老王的手 我们看见 这是上帝在摩西软弱的时候 给予他肯定 对我姐妹 有些时候我们也会软弱 有些时候我们也会失去信心 然而上帝是纪念我们的神 当上帝唤醒我们的时候 当圣灵在我们的心中呼唤我们的时候 让我们快快回到神的面前 不要纠缠于我们自己的软弱 我们要看见上帝的能力 不要纠缠于我们自己的过犯 我们要看见神的赦免 回到祂的面前 祈求神的饶恕 然后看见抓住神给我们的意向 继续地来服侍祂 我们同行祷告 天父上帝 我们有时信心软弱 但谢谢祢 祢从来没抛弃我们 祢也不会放弃我们 让我们走在祢的心意当中 奉耶稣基督的名 阿们 阿们